高高的树上挂着一堆奇怪的东西 一颗一颗绿色的像是小棒锤 大的像香瓜 其实它们是这棵树的花苞 旁边就是它开出的花 洁白的花朵像是一盏吊灯 也有点像飞碟 更像九天玄女要降落一样 它的花就是像那个景葵科的单体雄蕾 它主要它的那个雌花是在中间这边 它晚上开的比较多 这种会开花的树是原产于非洲的胡孙木 树形高大也很长寿 在非洲有发现几棵上千年的胡孙木 这种树在高雄相当稀有 不仔细看还不会发现它开花了 而结成的果实像是小型的橄榄球 非洲人还会拿来使用 研究人员总共调查了13棵 可是这些老树从1000年到2500年 它其中最近死了9棵 在我们高雄市的这个这边 也有这些外来种的植物 也是蛮有趣的 有些树都可以提报 成高雄市的珍贵老树 除了花形很特别之外 其实胡孙木最大的特征 就是树干异常种大 大到要三四个人才能够环保 粗大的树干里面储存大量的水分 在非洲缺水的沙漠中 看到它就等于看到救命树一样 这种树的中间有空洞 它可以存水 可以养一个小族群 蛮大的 是这样子 它水分需要很多 所以说它种在我们这边的莲丝坛 它有水分 应该是会很健康 胡孙木虽然是来自非洲热带的 外来树种 但已经适应高雄的气候和环境 目前正值开花期 追花的民众不妨把握时间 看看洁白的花朵 有没有像九天玄女降落一样 记者潘世光 赖昌帮 高雄报道 对你这样子